今天的比赛我们打得非常的出色 我们不仅在上半时像以往一样给对手很大压力 而且全场比赛都能给对手很大的压力 而且有两个文柱 你怎么评价今天咱们的表现 我觉得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这压关六场比赛中可能体力最好的一场 就是完全没有压力 就是按照老头的部署 就是打这场比赛 整个这一个六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 你对咱们觉得第一次打压关的这样一支队伍 有怎么样的收获 我觉得作为首次参加这种压关的比赛 来说可能这种成绩结束 可能也是值得肯定的 可能就是有一两场细节没有把握好 就是影响了整个出现的那种机会 我们今天做到了我们能做到的 击败了对手 那么非常遗憾就是首尔和对手打平 那么最后因为竞胜球的原因 咱们没有出现 你觉得这点是不是非常遗憾的 这种情况我们赛前可能也想到了 我们就是打好自己的这场球 这场球就是为了自己要证明一下 我们就是江苏这个球队 可能还是有实力 就是在压关的球场上就是站住脚了 今天比赛非常激烈 因为最后时刻如果对手扳平 那就是先台他们出现了 那这个最后时刻那种场上的激烈 包括咱们有红盘 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那边的比分嘛 就是我们就是 毕竟领先了嘛 就是一定要就是保住这个圣伍嘛 对 好祝你好运 谢谢 谢谢